我們接下來繼續講第九章基本工作圖裡面的第四部分 是認識公渣 各位同學,我們在九之三有學過表面織構符號 不曉得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先很快來讓各位抓回印象 這個是我們二滴餅的考題 你可以看到這是九九零三零一 這是三分之二第二章 你看看這邊,有沒有看到這種 我現在用指標指的地方 這種地方,這種東西就是我們之前講的表面織構符號 像這個有一條橫槓是封閉三角形的 封閉三角形的就叫做必須去除材料 還記得齁,你要記得齁 像這個沒有一條橫槓,裡面還有一個圈圈 不曉得你還記得嗎? 這個叫做不得去除材料 也就是所有材料要留下來,所以留一個圈圈 而且它標在右下角 表示有些地方沒標這種共同的代號的意思 所以你開始慢慢已經踏入到我們專業 二滴餅檢定的一個行列 所以你看這裡都有一些表面織構符號 你要看得懂這個東西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製圖實習九之三表面織構符號的一些重點 如果你忘記老師的錄影,你要有這些概念 你才可以往下走 接下來老師直接進入到課本80頁的認識公差 請各位準備好,飛機要起飛 什麼叫公差? 第一個,現在新型的這個精密工具機 都會要求高精度 而且有時候會大量製造 必須要要求到某一個尺度 可是呢,現實會有一些狀況 讓我們製造出來的東西 沒辦法達到相同的精度 為了要達到同一精度 或者是降低成本 為什麼要降低成本? 因為你每一個做出來精度都不好的話 我們要常常去修正 常常去退貨 常常要重新製造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要求一些重要尺度 必須在某一個範圍之內 你要達到我這個範圍之內 我們才會有評管人員去檢測 這個時候呢 介紹第一個重要的名詞 就叫做現界尺度 請你把課本相關第80頁 中間的認識公差後面兩行 請你劃現 重要尺度應該允許在某一個上下線界之間 重點是上下 請你個別圈 上下線界之間 之間叫做圈起來 叫做線界尺度 上下兩線界尺度的差異 圈起來差異 這個東西就叫做公差 tolerance 所以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什麼叫公差 差就是距離的差異 這要看圖你就知道了 來請看這個圖非常重要 這就是公差名詞的 你看這個外面這個東西叫做孔 裡面這個東西叫做軸 我在製造的過程中 有可能這個孔會比較大 大到上面這條線 這個叫做上線界尺度 有時候製造的孔會比較小 就會跑到下線界尺度 上線界尺度跟下線界尺度的差 就叫做公差 這樣知道 所以用這個-這個 上-下-就是公差 現在寫起來 畫一個箭頭 現在寫 現在寫 應該用 現在我讓你寫 拉一個箭頭 什麼是公差 上-下-現在寫 這樣OK 那什麼是 你邊寫我邊講 上線界偏差 自己看 什麼是下線界偏差 自己看 你看 上線界偏差就是這裡 下線界偏差就是這裡 什麼是下線界偏差 就是下線界尺度 跟什麼 跟我們的標稱尺度 什麼是標稱尺度 標稱尺度 就是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我希望你達到這個 可是現實 往往跟我們的理想有差距 所以造成我們的孔 可能會有點大 有點小 好接下來 這是我們設計的 請你把標稱尺度旁邊寫一下 設計 理想 化 自己寫 這是我們設計人員去設計的 但是 這是一個理想化的尺寸 理想化是化學的化 再來 老師 那裡面這個叫做軸 對 裡面小的叫軸 我們來看軸有時候製造的過程中 可能會比較大 你看這一條線就是比較大的線 來 你看這一條線 拉過來 這叫做什麼 來 請你各位 這叫做上線界尺度 對不對 軸如果做得比較小 就是下面這一條線 這叫做下線界尺度 現在寫 下線界尺度就是軸小 現在寫 上線界尺度就是你軸做得比較大 就是軸大 換句話說 如果以孔來說 以孔來說 什麼是孔的上線界尺度 上線界尺度就是孔大 對不對 你的孔如果做得比較大 就是上線界尺度 你的孔如果做出來比較小 現在寫 孔小 好 這個圖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們還會再拉回來 這裡還有一個鈴線 這就牽扯到我們公差 什麼H ABCDEFG 這個鈴線標在哪裡 標在這個標稱尺度 OK 好 好 這個圖很重要 打一個五顆星 這樣OK 好 你看這個叫做前示圖 這叫測試圖 這樣OK 好 會看圖 接下來 各公差名詞的一個解釋 也就是它的定義 第一個叫做尺度型態 第二個叫做標稱尺度 標稱尺度 比較重要 請你打一個五顆星 這就是我們定義的理想型態 把理想型態圈起來 這個規範 這個規範 工程 制圖 技術規範 這是誰來規範 你們知道是誰來規範 就是各位 就是你們 這些電腦 機械 制圖 制圖人員 去規範的 就是你們 你們說要做 FY15 就是15 你說要做FY20 就是20 你說了算 聽得懂嗎 你們就是專業人員 不要被取代了 再來 實際尺度 什麼 規範 你就寫 就是我們 去規範 就是各位啦 就是你們 制圖人員 知道嗎 就是我們 制圖人員去規範的啦 再來 限界尺度 很重要 打一個信號 剛才老師有大概講過了 什麼是上限界尺度 什麼是下限界尺度 講完囉 這就是一個允許的 極端尺度 圈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要搭配 剛才的圖來看 很快就講完囉 所以24打信號 是重點中的重點 還哪裡 還哪裡 課本第八十一頁 在中間 出體字 再來 下一個重點是偏差 偏差剛才要搭配圖來看 有沒有發現 有 我再回到圖這裡來看 你會發現這裡偏差是怎麼定的啊 是按照標稱尺度 當作基準的零線來決定的 所以各位同學 你看這個上限界偏差 是什麼 減什麼 上限界尺度 減掉標稱尺度 什麼是下限界尺度 下限界尺度 不是 什麼是下限界偏差 下限界偏差 就是下限界的尺度 減掉標稱尺度 把標稱尺度圈起來 這個重點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它是有帶正負號的喔 把它圈起來 有帶正負號的喔 那你會說老師 這裡有什麼ES啊 小寫的ES啊 大寫的EI啊 小寫的EI 你會說 老師為什麼要大寫 有的要小寫 孔就大寫 軸就小寫 因為孔要大 對不對 孔要大 軸要小 這就決定 它的代號 用大小寫來表示 所以在旁邊寫 孔大軸小 決定這個英文字母代號的大小寫 現在寫孔大軸小 這要搭配剛才這個圖來看 你就知道什麼是上限界偏差 什麼是下限界偏差 好 很快喔 再來 你會說什麼是零線 零線 剛才我已經說過了 就是什麼 就是標稱尺度 把標稱尺度圈起來 所以各位同學 你在看這個圖就知道了 什麼時候是零線 你看對過來的線 這一條綠色的線 就對的就是零線了 OK 我現在在講哪裡 課本第八十一頁 再來第七個 打一個星號 公差 你要知道 剛才我們再把公差的定義再講一次 就是上限界尺度 跟下限界尺度的數字差 所以這個差 所以這個差是什麼意思 人家問你 你就要告訴他 就是數字差 那個人家不懂的就會問你 到底是什麼跟什麼的數字差 你就再講 上限界尺度跟下限界尺度的數字差 那如果你再去算一下 你會發現他也是 這是推倒 這邊這個部分是推倒 也是上限界偏差 跟下限界偏差的代數差 也是喔 所以這部分 你自己寫兩個字 推倒 一般人家問你公差是什麼定義 你就直接講 上限界尺度 跟下限界尺度 跟下限界尺度的數字差 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重點就是 剛才我說 我說 你看這裡 偏差 有正負號 對不對 公差有沒有正負號 沒有正負號 注意喔 公差是絕對值 所以我們常常如果要嚴格講 你的行為偏差 或你的成績有偏差 表示你是偏離一般大眾的平均值 嚴格來說有正偏差負偏差 你如果你的行為是負偏差 表示是往壞的方面走 如果你的行為是正偏差 表示你是往光明的地方走 對不對 不曉得各位是正偏差還是負偏差 但是公差一定是絕對值 這是重點喔 請你一定要圈起來喔 再來 公差區間 這個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集組偏差 這個知道一下 你按照老師這邊的畫重點 畫線就可以了 這交給各位自己看 考試考到這個很少 你按照我這個PowerPoint去畫線就可以了 我講重點就好了 接下來 老師要講公差的種類 依照用途 把用途圈起來 一種叫做通用公差 通用公差又叫做一般公差 所以你看一下 什麼叫通用公差呢 在圖上僅標注標稱尺寸的一個數字 而在標題欄內 或該圖近處有說明通用公差的數值 所以一般會寫在這下面 你有沒有看到啊 所以各位同學 來 各位同學 我們來回到我們的2D比 來看看這裡 有時候你會在這個標題欄右下角 看到 有沒有看到 它都會標這些字 所以這種通用公差 就會寫在下面 像你看寫在這邊的 有沒有看到 這種 這種就不是通用公差 它是專指 專指 這個零件的公差 所以我們說這種公差 叫做專用公差 好 我們繼續回過來 回過來 這邊 所以通用公差 會寫在圖的 右下角 下面這些 還有一種叫做 什麼公差 請你圈起來 對 叫做專用公差 專用於某一個尺度 所以你看看 它就只寫在這個基件的這個地方 只寫在這個階級軸這個桿的地方 這樣知道 這叫做專用公差 所以按照它寫的位置 我大概就知道它是專用 還是通用 請你按照我這個畫線的地方 在課本地方畫起來 來 講完 不囉嗦 你看 沒有頭靈帶水 你要跟上 再來 依照制度來分 我們有分 單項公差 單項公差 又叫做同側公差 請你把它圈起來 所以寫的時候 是同側 同一側 大家一起加 或大家一起減 你看一下 舉例 你看像這種 像這個A 是不是同一側 是不是都是正的 零正 對不對 這是負的 這都是正的 這都是同側公差 或者是單項公差 OK 那你看看 像這種 因此 單項公差 適用於 軸孔配合 把這句話 畫線 這個我們後面 慢慢會講到 我在裝備各位 再來 什麼是 雙項公差 雙項公差 又稱 兩側公差 把它圈起來 剛才 你看到的 都是同正 或同負 要不然就是零 我不標 這個有可能 兩側同時存在加跟減 像你看看這個 有沒有同時存在加跟減 有 這種我們叫做雙項公差 或叫兩側公差 知道一下定義 接下來 介紹公差等級 公差等級 從01到18 自己算 你看01 接下來是編什麼 0 再來就是1到18 1到18有18個數字 再加0 再加01 所以總共20級 這樣知道 所以我們說 IT01 IT01 點點點到 18 這個東西 就叫做公差等級 我們 這個東西 會寫在什麼地方 我看看 目前還沒看到 我來看看 我們的題目 我們都交叉給各位看 像上一次 我不曉得 這裡有沒有用到公差等級 有一次你們好像畫到H7 H8 我看看這裡有沒有 你看 這裡都用同側公差 有沒有看到 都是同側公差 我記得好像有一次有畫到 沒關係 我們碰到再來講 好了 好 繼續講 再來 這叫公差等級 那你看 他這個就搭配 這是要查表 這裡我不多做琢磨 不過呢 接下來有分 公差等級 有分什麼 有分不同的三類 好 越小的公差 數值也越小 也就是等級越小 數值越小 這沒有問題 他分哪三類呢 量歸類 請你現在圈起來 寫1 再來 第二個 一般機械 零件的配合 這是2 請你現在寫2 不需配合 寫3 這樣喔 那我們這裡稍微注意一下 這是從 IT幾到IT幾 現在圈 IT01到IT4 現在寫 IT01 你們有沒有這個表 有 在84頁 現在寫 IT01到IT4 現在寫 這個就是IT5到IT10 自己寫 寫在課本的表 這個IT11到IT18 在課本的第83頁 有說這個文字敘述 就自己寫了 自己畫線 自己寫 123 不要我吹 這重要 一般零件配合 一般我們會下 你要學的怎麼去下 公差等級 所謂的下是動詞 就是你們在設計的時候 要懂得去 那哪一個我們比較常用 我們在2D柄的時候 常用這個第二個 請你第二個打信號 我們在2D柄常常會下配合 所以我們下的 什麼H幾 H幾就會下在5跟10之間 我們不可能下到H1 也不可能下到H17 這樣知道 我現在告訴你 你要把中間這一塊搞清楚 我現在在介紹你的來龍去脈 再來 第二種東西叫做公差類別 公差類別就是英文字母 公差類別是拉丁字母 這個就是英文字母 和阿拉伯數字並列 拉丁字母就是代表它的一個公差區間的一種位置關係 把位置關係圈起來 而 剛才這個阿拉伯數字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等級 請你把等級圈出來 所以拉丁字母這個就是ABCD 我們最常用的是什麼H 那這裡重點就是孔我們要用大寫 軸我們要用小寫 請你圈起來 孔的H位置下限界尺度就在0線上 必須是下限界尺度 因為孔只能越來越大 而軸必須上限界尺度圈起來在0線上 你會覺得 我講這個 你會覺得很順理成章 聽不太懂 我現在搭配圖給你講 孔的H位置在下限界尺度位於0線上 請你搭配這個圖來看 這個圖來你看 這個是孔對不對 你看孔 這一條線對過來是下限界尺度 所以對過來就是它的什麼0線 有沒有看到可以感覺到嗎 我再往下走 孔的H位置在下限界尺度 就位在0線上 所以這個0線 如果是針對孔 它就會大H 現在寫 這個0線如果針對這個孔 就是大H 所以它會有出現一種表 再往下 我現在都講重點 如果是軸 它的上限界尺度就會在0線上 小H 回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0線如果對於軸來說 它就會變小H 我把這個0線都寫在這邊 我現在都講重點 接下來就繼續講下去 我們用公差類別符號 代表我們公差尺寸的標註 所以前面 前面就是標稱尺度 就是可能這個孔或軸是530 沒有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孔或軸 看哪裡 看這個 老師這後面是大寫H 我就知道它是在講孔 這樣知道了嗎 因為孔才會大 而這個H代表什麼 就是我們的基礎偏差位置 把位置圈出來 後面這個7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IT公差等級 你還記得我們公差等級 是從01到18總共20幾 你還記得嗎 我希望你們不要有金魚的記憶力喔 對不對 那你看這個人下的是7 來回到這邊來 7是不是在這邊 是不是一般零件的配合 有沒有 我剛才叫你打星號 就說這個東西一定會常用 所以以後未來 你看到530H7 大概就常見喔 你要能夠像我這樣解釋出來 喔 H 它在講的是孔 如果是小H 它講的是軸 這樣知道喔 那7 就代表它的公差等級 你如果看到一個人下到H1 這個一定是外行 聽得懂嗎 你看到這種下法一定是外行 我慢慢會訓練各位 你們其中幾個人 可以當作小老師來改 這就是表示一種 如果你要表示一組配合 老師像剛才這個例子喔 沒有配合喔 它只代表孔而已喔 它只形容孔喔 如果你要配合的話 要像這樣寫 你看它怎麼寫 它前面代表的是孔 後面代表的是軸 而且中間要用一個斜線分開 孔的符號放在前面 軸的符號放在後面 請你現在寫上去 先 四個字 先孔 後 軸 如果你是要寫配合的時候 一定要先寫孔 再寫軸 就像這樣寫 而且中間要加一個斜線號喔 這個是最常表示的方法 當然你還有第二種表示方法 或第三種表示方法 或第四種表示方法 這日後再說 不過最常見的就是這種表示方法 快講完了 這個就是孔跟軸的一個基礎偏差位置 你看看這裡是ES 這代表是大寫的 大寫的話 你覺得它是在講孔還是軸 孔答對了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這就是孔的內部尺度形態 而且 你看這一條 是我們的淋線 剛才我說過孔的淋線 對過來 是什麼 請看這邊 就是下限界尺度 在淋線上 有沒有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就是H 這叫做下限界尺度 自己寫啦 下限界尺度 有沒有 它的下限界尺度 就位在這個淋線上 所以這個孔 有可能會做得很大 有可能會做得很小 講完 我叫你寫的要寫喔 好接下來 你看這裡 老師 這裡都是小寫的字耶 對 因為是小寫 所以我就知道它是軸 老師 那我要看什麼地方 我要看這個淋線 這個淋線對過來 你有沒有發現 它跟這個小H對到 表示這個是上限界尺度 還是下限界尺度啊 嗯 好 趕快寫 軸的H位置 就在上限界尺度 有沒有 所以你要寫 上限界尺度 所以這個東西會看出來 你的軸有沒有做得比較小 或者做得比較大 基本上你如果軸做得太大 你跟孔的配合就會卡住 各位同學 你這樣設計出來的 馬達轉不動 你設計出來的電動機車 輪子轉不動 你設計出來的飛機 輪子螺旋槳轉不動 你會害公司損失一億元 或一千元 一千萬元 一千元 一千元可能一台就要重做 這樣懂我意思嗎 各位 你們將來身負的重任很重要 因為你就是代表整個 國家產業界的設計 知道嗎 好接下來 翻過來 這裡就是公差的標註 你看看 這寫大寫 它表示就是孔 要不然就是一個 一個洞 或一個巢 去容納人家的 對不對 你看這是小的 對不對 就是它一定是一個軸 或者是小的 它要想辦法跟它去配合 有沒有 好接下來 這就是你們在 製圖 立體筆裡面 將來會慢慢看到 好接下來 也有一種 要寫偏差數字 偏差數字寫的方法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電腦 電腦會自動幫你弄成這樣 但是你要做好設定 將來如果你們是儀器化 圖手畫 請你要寫對 這裡的重點在講什麼呢 就是你的 這個偏差數字的高度 跟尺度數字要一樣 而且什麼要對齊 下限界偏差跟尺度數字對齊 也就是30 要跟這個-0.013 這個叫做下限界偏差 這個要對齊 也就是下面要對齊 寫兩個字 對齊 你看 下面對齊 對齊 看到了 都是下面對齊 那再來 他說 數字的高度要相同 現在寫 請問你們做了這麼多次 可以告訴我 如果A3圖子 英文數字跟阿拉伯數字 請問字的大小高度是多少 多少 還講不出來 你就要打屁股了 2.5現在寫下來 2.5mm 現在寫 英文跟數字 都是2.5mm 都是2.5mm 這就是你偏差數字 字的大小高度要怎麼寫 現在寫 只有中文 中文是多少 你還記得嗎 3.5對 中文要大一點 3.5 因為中文字比較複雜 所以是3.5mm 現在寫 你現在還講不出來要打屁股 再講一次 打中了 那我們就先講到這裡